这个时间点包含了北北基 宜兰还有包含了花莲 这几个地方持续会出现了强风到雨 一直到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 而至于整个桃园以南地区要留意的是 现在这个时间点风雨才准备要开始 我们先透过了最新的这一报警报 但要带大家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中度台风康瑞其实他已经出海之后 目前他已经移动到澎湖的大概东北方 大概70公里的海面上 可是就算他目前整个实际风的暴风半径 已经缩小为70公里 但是还是持续影响到我们的中部地区 尤其在他出海之后整个风向也改变了 所以南部地区尤其是包含了山区风跟雨的部分 现在这个时间点才正准备要开始 因此提醒大家未来他移动的同时 全台湾都目前还是属于路上警报的范围里面 我们再透过了雷达回播图 但您进一步来看到 到底现在晚上9点还有哪些地方正在下雨 蛮明显的其实包含了宜兰跟花莲交界一带 都还是属于这种比较偏红的这些下雨的这些回播 尤其在花莲的兽林乡 刚刚还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现在每个小时的时雨量持续是突破了90毫米以上 代表花莲兽林这边其实暴雨还持续在下 尤其花莲兽林这边持续累积一整天 光是今天凌晨零点到目前晚间9点为止 累积雨量已经突破了1000毫米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整个花莲兽林这边的降雨 持续在累积当中 而至于包含了像是屏东一带 因为台风康瑞它在出海之后 风向改变之后 现在整个南部地区的雨正准备要开始 尤其刚刚气象鼠也说了 虽然原本这整个康瑞台风在它出海之后 目前你看它整个西半部地区 这些台风的外围环流云系 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太扎实 但是目前它正在整合当中 因此西半部的雨现在正准备要开始 所以现在包含了屏东的马家乡 现在食雨量大概是46毫米 还有屏东的春日 目前的食雨量也30到40毫米 因此屏东的山区现在也已经升级为超大豪雨警界 我们再透过了影响时程 要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到底这个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怎么下呢 除了整个迎风面地区 我们一再地提醒大家 宜兰跟花莲的山区必须要留意 现在都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紫暴的降雨情况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包含了南部地区 尤其中南部的雨现在才准备要开始 因此不只是雨会持续在下 风的部分也会影响到整个迎风面地区 所以现在全台几乎都是发布了强风特曝 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沿海空旷地区 这个强风还有可能来到9到11级 甚至直部地区会达到12级 尤其今天包含了蓝雨绿岛还有荷欢山 以及花莲的风冰 今天的强阵风都突破了17级以上 提醒大家这个风到明天都还会持续影响 至于降雨的部分预估 要到了明天白天之后才会慢慢地减缓下来 预计台湾的本岛在明天早上的8点半左右 有机会就可以脱离这个暴风圈 但是离岛地区要脱离暴风圈 必须要等到明天的下半天才有机会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有哪些地方发布了豪雨特曝呢 进一步来看到现在包含紫色的部分 就是在宜兰的山区花莲跟台东以及新竹台中跟南投的山区 至于北北极一带还有包含了宜兰的平地 以及我们刚刚一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屏东的山区 马家乡这边还有包含了春日 现在也升级为大豪雨特曝 至于其他桃园以南一直到高雄屏东的平地 现在也是属于大雨特曝的范围 所以这一个雨南部地区正准备要开始 最后几个天气重点我们透过了雷达整合图 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现在其实台风它已经出海之后 其实目前它已经走到了澎湖的东北方70公里 虽然目前它持续的缩小它的范围 但是它的强风狂风的这个暴雨带呢 还是持续影响到整个中部地区 尤其在它整个西半部地区的这些对流整合之后 南部地区的雨现在这个时间点准备要开始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虽然已经入夜了 但是包含了北北基 宜蘭 还有花莲 现在这个时间点强风跟大雨会持续影响 所以桃园以南这段时间呢 则是风雨正准备要开始 持续到明天清晨 甚至是明天的上半天 以上是这节最新 台风天新北板桥府中商圈 马祖庙牌楼突然被强风吹落 倒下当下车来车往引来惊环 透过另一个角度来看 刚好砸下之后另辆车经过相当惊险 风雨持续增强 慈惠公牌楼就到在人行道 还好没有行人经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也紧急协助交通管制 现在那台摩托卡在那里了 惊魂的还有台北市县义区 原本因为风太大 受困停在路中的骑士 瞬间被风吹倒 附近住户从高楼往下直击 刚好一旁就有消防车出勤 消防员紧急协助 而周边骑士在枪峰中行驶相当吃力 险下还生 还有多辆停放路边的机车 被枪峰吹倒 再看到新北板桥中正路路树倒下 砸中行驶中的公车 司机加上乘客共四人 吓坏了 同样路树倒塌还波及消防车 消防员台风天出前 为了协助被倒塌路树压倒的车辆 到场之后路树又倒下砸中消防车 新北市新店复兴路突然间变压器 短路起火窜出火花 目击民众路下瞬间实在惊恐 同样是新店地区还有公园旁多棵路树倒下 连同电线杆连带青岛导致周边一度停电 而基隆河靠近北市城美长树桥附近 水位满出民众千万别靠近 以免发生危险而位处土石流黄色警戒区的新北石定乌来神区 就怕造成灾害 紧遭紧急预防性撤离 共36户44人 双北地区临行灾情不少 民众务必注意安全 东森新闻林雨强在台北新北报道 康瑞台风来袭台中海线强震风狂吹在武器渔港有路灯被吹倒 电线吹落摇摇晃晃 就怕有人没注意会被勾到赶紧放了三角椎警示 另一头就连监视器都被吹落 但在隔壁的渔市场却还是有人来抢买渔货 推车快推到自动滑行了 风很大但雨还好 渔市场内一般的店家照常营业 30多位顾客不怕强风放了台风架就来采买 不过康瑞台风在武器刮起12级 强风民众都超有感 人潮没有很多 配料上面的话是有比较少吗 当然啊 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吹起强风的不止海边的渔港 武器桶综合医院因为在风切口 风势大到连人都站不稳 还有摩托车脚踏车被吹倒在地 还蛮难走的 没办法 就是家属突然有段话 另外在清水区从清晨5点开始 短短两个小时就传出三处的 号制灯杆被吹落 监视器就拍到台一线 贾南路桥分隔岛上的号制杆 被大风吹到不停摇晃 下一秒直接被强风吹断 整根卡在路口歪歪斜斜 就像是在镜里一样 回到现场还能看见 中央分隔岛上剩下短短一截的杆子 警方获报后到场把路牌 移到路边回复交通 而一早台中的各大百货公司 也陆续宣布闭馆休息一天 台风来西一山井凹类闭馆休息一天 不止红绿灯被吹得摇摇晃晃就连远处的摩天轮 也被风吹得摇晃不已 这回风大到连海线人都说真的很可怕 上午7点开始台中正式进入暴风圈 根据气象鼠的数据 沿海空旷地区都吹了11级到13级的强震风 而市区的风势也在慢慢增强到9至11级 还是要提醒民众没事就在家防台 把容易被风吹走的物品固定好 安全最重要 东森新闻王府安李湘敏 廖玲轩海中报道 滚滚热水红的绿的下锅咯等等 台风天店家几乎都在休息 原来这不是在面摊里 而是人家的家里 因为肚子饿了自己动手煮台风面 这蛋很大贡丸 打开印象先找出关键三主角 煮食的面条可以选意面干面鸡丝面 还有配料 大贡丸青菜鸡蛋或肉片 最后调味就得靠罐头 肉燥肉酱或者是青鱼 原来台风面食谱各种版本都有 让它再丰富一点点的 我上面还会再加一些香菜葱花 那喜欢加味道重一点点的话 那再加入一些特别 不管是牛肉酱或者是烧肉酱 都可以再加入让它调配一点点 那台风天可以自己打发时间 可以做一些比较丰富 属于自己喜欢吃的料理 不过要是完全没有下过厨的 怎么办 台风天上餐馆不方便 那怎么办呢 我不太会做菜 可是我有办法不沾手 就完成一道料理 把面条水上搭配的青菜鱼板 等配料一起放进袋子里 再通通夹起来 最后送进微波炉 经过九分钟之后 不用开火我就完成我的料理咯 袋子一开冒出热烟 一碗热腾的面就上桌咯 不过前提是还是要有微波炉 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 我还有最后一招 盖子一打开 这罐头不一样哦 拿出来的居然是一个面包 还有不同口味 咖啡 草莓 焦糖等 特色还可以放五年 各种招数都能简单保餐一顿 让你待在家躲台风 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东森财经新闻 沈云腾 刘盈盈在台湖中 外头狂风暴雨 以为进到室内 总算能收散 好好整理自己一下了吗 结果怎么这里在下 这里也在下 外头下大雨 室内下小雨 这里是大巨蛋地下二楼 通往停车场方向 抬头一看不是露天设计 水竟然是从电斧梯底部缝隙渗进来 一层一个水桶已经是标配 也有民众拍下这画面 大巨蛋到处都在漏水 所以你们要爬什么通风管的 记得穿好雨衣 嘲讽口气中满是无奈 想说要到大巨蛋没时间 吃个饭没带伞 结果怎么变成躲漏水障碍赛 这水不只从电斧梯底部渗出来 有些则是两个电斧梯空隙 大滴大滴喷出来 让民众直呼 这设计会不会太夸张 下一楼二楼好像都有一点 就是希望赶紧就是补修 好像已经盖完了 因为我原本以为还没有结束 可能它还有东西要修之类的 同样一起热练讨论的 还有位在大巨蛋地下二楼靠近 五号出入口处 这个装置艺术 可以看到上头这么大一个洞 雨一大通通水都灌进来 即便两侧有设排水孔 也没用四周地面被弄得湿答答 民众实在想不透为何要这样设计 疑似是漏斗造型 要把水接近底下小小凹槽里 但这个风雨恐怕只能接住千万分之一 排水孔周边放的小心地滑告示牌 一样被吹得东倒西歪 蛮有诗意的 这是什么设施什么结构啊 采访当天31号 也是北市府要求大巨蛋改善漏水最后期限 或许正是因为时机点敏感 不论是这次台风又漏水的原因 还是为何装置艺术这样设计 大巨蛋通通选择不回应 东西游林商与林肯荣台北采访报导 再种了有三台的桥式起重机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已经整个完整的摧毁了 它的断岩残壁就在整个山坡的旁边 制高点清楚看到 陆及豫州起航货轮 已经卡在野柳岸边礁石 风雨交加摧残 存载的三台桥式起重机 其中两台倒塌受损严重 任由这个海浪的拍打 我们很担心 那可能如果船体这个严重的拍打 那是否会造成油污的外泄 货轮主体没有损坏 但几乎快没入水中 海浪不断拍打 就担心船体会断裂沉没 豫州起航货轮一坡三折 原本29号台风来离前驶离 没想到风浪太大 船长船员弃船 30号货轮随坡逐流 距离野柳霞只剩340公尺 到了31号上午7点确定搁浅 本来预计台船的浩克伦 预计会在上午来脱救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豫州起航 已经搁浅在野柳岸边 所以现在确定是没有办法脱救的 所以浩克伦并不会前来 目前台船16号在基隆港待命 但按照万里区余会理事长的说法 货轮难逃被分割的命运 欲州起航货轮10月14号 载运桥式起重机进入基隆港 却撞到码头上的起重机 导致毁损 半个月后要离开 又遇上康瑞台风脚局 因为我了解他们是有准备三条抽油船 等台风过后要去抽油 现在希望欲州起航撑到风雨小一点 争取时效抽油 要不然北海岸将面临严重的生态威胁 东西新闻旅国宝苏纸杰黄浩哲在基隆报导 赶口拉起蓝油锁 欲州起航货轮卡在野流岸边 让各界都绷紧神经 就是担心货轮多达247吨的重油 和37吨的轻油 让北海岸陷入危机 相关单位已经在野流海洋公园附近 设立了紧急应变点 所以可以看到我旁边的三大捆 就是十条的蓝油锁 那么在我另外一边的两个货柜里头 装有的就是八卷的稀有棉卷 还有21箱的稀有棉片 物资全部进驻以防万一 在抽油之前全力防堵 和尔厂野流渔港 以及东奥和龟吼渔港 已经拉起蓝油锁防止油污 但渔民的心还是揪着 真的渗油出来的话 跑路会很多 如果渗油出来 渔船怎么办 一定要开 那开的时候你会不会吸 你要油进去 冷却系统 那冷冻系统这些 我们不敢去想 渔民担心生计 海产店也怕 生意没得做影响观光 一连串连锁效应 因为根据海保署的模拟 以10月31号上午9点半的 风力潮汐来算 万一漏油 油物会分布在 金山基隆中正区附近海域 也会有部分油污抵达 何场海岸 野柳地质公园 和基隆于海岸 范围很大 船主处理就不大 如果造成海洋污染的话 我们会重划3000万 新北市长侯友宜说重划 索性货轮油罚关闭 相关单位也紧密监测 避免蓝海变成黑油一片 东新闻黄浩者苏纸杰 在新北市报道 老龙溪的水是滚滚泥江 往下冲夹杂大量土石 通往桃源山区的 名坝克鲁边桥 已经被冲毁了上百公尺 生怕山区在下起好大雨 高雄山区 极大规模的崩塌区 已经预防性撤离 2000多人 高雄市也设立了 440处的避难所 存放物资14到21天 撤离的居民在避难所里 小朋友开心的玩耍 大人则担心家园的状况 是预防性撤离台风 对啊 今年台风好像特别多 第三次了 第三次撤离了 另外高雄大辽 这间没有人住的空屋 原本夹盖了铁皮锤在半空中 随着强风摆动 让周边的居民看得好害怕 把印象po往 这是半片而已 前面那片已经飞走了 三途二的时候就飞走了 然后留下这半片 对 后面那片没有掉下来 经过很害怕 对… 师傅也立即判愿将铁皮拆除 以防发生意外 至于高雄的起劲 因为靠近海边 一早就风雨强劲 菜市场里摊饭 遮雨的棚架快被吹飞了 连顾客都来帮忙拉住 但是还是不提枪风 只好提早收摊 因为我四点多就出来的时候 没什么风 所以还是决定算 那刚刚风是很大吗 对 突然间 瞬间瞬间 瞬间很大 由于上次的山陀儿台风直不高雄 不少人家的铁卷门被吹垮 这次又工厂老板 就开来了大巴士 直接放在工厂前挡风 为了对抗台风的侵袭 真的是绞尽脑汁 东森新闻的高雄综合报道